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家后 爷爷拍拍巴尼的头 说 回家后我们就该睡觉了 巴尼 啪的一下 爷爷帮巴尼拖去了脚上的蝎子 好了 我们准备上床睡觉吧 他笑咪咪地说 等一等 爷爷 巴尼嚷嚷道 每天上床睡觉前 我都要吃一大碗香甜的麦片粥 还要拌上黏乎乎 甜滋滋的蜂蜜哦 是吗 爷爷眨巴着眼睛问道 是啊 巴尼大声回答 好吧 巴尼打算让爷爷瞧一瞧 他有多么能干 能做出多么美味的麦片粥 现在我要往里面加蜂蜜了 他兴奋地喊道 可是蜂蜜一下子全倒了出来 留得到处都是 哎呀呀 巴尼咯咯咯地笑了 巴尼终于吃得饱饱的了 该上床睡觉了 爷爷牵着他凝呼呼的小手说 等一等 每天上床睡觉前 我都要先洗个泡泡澡 巴尼充满期待地说 我要在咕噜咕噜的泡泡里洗澡 还要用玩具挤水花碗 巴尼调皮地把泡泡相拨 一股脑全倒进了浴缸里 水里立刻咕噜咕噜地冒起了大泡泡 你真是只淘气的小熊 爷爷无奈地说 巴尼在满是泡泡的浴缸里扑腾着 弄得到处都是水 哎呀呀 他又咯咯地笑了 哦 洗得干干净净的了 爷爷一把抱起巴尼 乐呵呵地说 现在该上床睡觉了吧 等一等 我还从来没有不听故事就睡觉的呢 巴尼在爷爷的怀里蹬着小脚说 我要听一个可怕的故事 故事里要有恐怖的长毛怪 你真的想在睡觉前听一个恐怖的故事吗 爷爷惊讶地问 别担心 爷爷 巴尼笑着说 我不会害怕的 那只是个故事而已 于是 爷爷讲起了可怕的长毛怪的故事 可是 讲完故事后 巴尼吓得睡不着 用被子遮住了脸 爷爷重新打开了灯 这才让他们都感觉舒服了一些 也许我们可以过一会儿再睡 爷爷望着巴尼说道 我有一个好主意 巴尼高兴地说 我们可以在床上蹦一蹦 怎么样 爷爷 爷爷笑了 站起身来 说 那就来吧 刚开始 他们只是在床上轻轻地蹦了几下 接下来 他们越蹦越开心 在床上重重地蹦了起来 渐渐地 他们越玩越高兴 在床上使劲地跳呀 蹦呀 翻呀 滚呀 突然 咔嚓 床塌了 哎呀 巴尼和爷爷一起喊了起来 爹呀 爹呀 好不容易 爹呀 好不容易才把床修好 巴尼趴在床上 看着 看着 疲倦地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现在 现在我们真的该睡觉了 爷爷边说边为巴尼盖上了被子 等一等 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巴尼揉揉眼睛 迷迷糊糊糊地说 我还要一个超级温暖 软糊糊的 大拥抱 巴尼和爷爷 你搂着我 我搂着你 一觉睡到了大天亮